现在呢是15点25分了 我跟我们的小张哥打算从我们这个茅草屋里头出去 再去溜达溜达 海边溜达溜达 走 明天我们就要走了 现在太阳应该已经落山了 所以说穿了个外套出去 晚上天黑了 我呢来看一看夜晚的霍尔木兹海峡 这边的海水啊 好平静啊 没有什么浪 像我这样子一身全靠浪的 在这浪不动 我们两个打算朝着那边那个城堡走 晚上过去再看一看 有什么小吃什么的 想吃点东西 别看我刚才吃完火锅 瞬间我又饿了 真的我吃饭特别快 吃的也特别多 但是我饿得更快 这是我们小张哥 今天非常牛逼 环岛走了26公里 花了六多小时 你说它是不是吃的成 然后两个脚后跟 你看这个雪炮 你看这个雪炮流血了都 你说你涂个啥 要是我真的给千我都不这样子干 当然了看给多少 一千万的话 还是能拿下我这个心理防线的 其实你发现没有 在这个地方的海边 就是晚上的时候 闻不到那种臭鱼烂虾的味 是吧 而且也没有那种 海里那种特别斜的那种风的味道 海心味对 对啊 这个没有 这就让我觉得在这散步真的很没 对 这是很少有的 就是在海里 我们到海心味 对 还有一个呢 给你们说一下 现在霍尔木兹岛 也在大量的基础建设 就是环岛路 你看这个路 路基都是新做的 这个人行道 都是新铺的 这边也在做 应该伊朗政府肯定是想把这个岛打造成一个旅游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免签了 还有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岛那边那有个有个叫格什么母岛 那个叫什么岛 那个岛 就那个岛呢 我们也参与了一些经验设 具体的想了解的可以百度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我环岛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部分的路还没有建成 然后他们还正在修 在修是吧 对 有一个环岛的公路 其实整个环岛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个景点 今天鞋里面去 大家如果有机会看我们把视频做出来的话 其实很漂亮的 他们那里有粉红盐湖 有海峡 就是可以站在他们看 还有当下地貌 就是各种颜色的土 石头啊 都是什么 很漂亮的 好几个景点 对 所以说到时候他剪好以后呢 你们都可以过去看他的视频 我到时候转发一下 要没有我 不去 哪来的海鲜啊 真的是 吃完以后怪我没去 你说这人 我感觉你没去太可惜 没有 不可惜不可惜 继续走 我呢 看到路边油炸的这个东西啊 挺有意思的 我打算买两个尝一下 他这个油真的很不错的 我刚看了一下 他这桶油 这应该是葵花油 看这是个葵花吗 是吧 应该葵花油 我就觉得他挺好的 用的油都特别干净 先来两个尝一下了 小张哥他也不吃 我一个人吃 好香啊 好好好 饿 看 里头有奶酪 还有鸡肉的感觉 还有点蔬菜 大概就这么多物质 我们这嘴巴全都能分析出来 提起它的化学元素 好喝喝开炕啊 现在又来到这个当年荷兰人 葡萄牙人介照的城堡 我总是说荷兰人 我们打算到那边去找个地方喝咖啡 喝饮料 这个岛上呢 有一些外国人开的那种就是餐巴 也可以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什么的 我今天来这本来想吃一顿的 结果他没 厨师不在 你说这不逗我的吗 晚上呢 来了一班船啊 这是晚上临天黑了才登岛的人啊 你看 而我们呢 打算在这个圆顶的房子里头 点上个饮料喝 这有咖啡 有WiFi No Wi-Fi No Wi-Fi 喝什么 没有WiFi 我喝多 你没WiFi就不喝了 那我们去哪儿呢 我去那个餐厅 那吃一顿 那喝一顿 你倒是有想法 我要找WiFi 我要找哪个网 我在这 在这四季白来的捣过一顿 不会啊 你算到那条鱼不是巴刷吗 我只喝东西 喝东西行吗 就点点吧 点喝东西的啊 对 这个也是到处找WiFi的男子 现在也要他有些人 喝的行吗 知道 先问一下有没有 喝的对 问一下 有没有WiFi 有WiFi我来喝 没WiFi我来喝的不喝 好吧 好吧 我们来拍一下这个岛上最高级的饭店 餐厅 哇 这是岛民穿的衣服吗 好有意思 这是男的穿的 搞的这种渔网 这里我那天问了一下 就是一条鱼就80万 我实在是消费不起啊 这个豹子 好像也没WiFi 白搭了 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呀 这是啥鱼啊 这个怎么感觉也是吃的鱼啊 肯定是当成观赏鱼了 看 他 我看他转身都转不了了 对啊 转身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都转不到 好可怜啊 这个鱼 鱼缸这么窄 你要给我表演一下 如何转身吗 哇 他真的是转不了身 你看 钢的宽度 还不如他身子长度呢 他能的 他还可以柔性转到的 嗯 走吧 挺可怜的 所以说 下辈子绝对不能当鱼缸里的鱼 应该不是这样吃的吧 这样吃太傻了 应该是放在这里 都这样喝的 哎呦 他这还带个过滤 你看 这蛮高级啊 哎 赶快拿出来 10万块钱 10万块钱这一杯茶啊 相当于人民币5块 小钱小钱 这要不要50 这样子饭馋就可以了 哇 味道还不错呢 这个 这是绿茶 他 哦 这样子饭馋 他们就 他是这样子放的吧 哦 这样子 他们伊朗人喝茶 非常喜欢放糖 伊朗 我估计一个家庭 真的一公斤糖 也就是个十来天 差不多就灭掉了 正常家庭 天天吃糖 天天吃糖 但是这个棒棒糖 我还第一次吃 感觉喝茶吃糖好怪异啊 哇 舒服啊 哇 这个风吹起来太棒了 这个岛上人又少 刚还来了一艘船 就是没有心形 好了 今天的视频要结束了 因为鞋底打算喝完茶 就回去睡觉 明天准备 早上起来吃个早饭 然后我跟小张哥已经买好船票了 一个人回去是多少钱 15万是吧 30万 对 回去的船票是30万 相当于人民币15块钱 我们打算回去以后 赶快去超市采购一番 因为我们三点钟就要到那个码头 然后过安检乱七八糟的 就是出境手续嘛 因为我们要上那个国际邮轮嘛 到迪拜去了 就这样子 好棒感觉 终于要坐船去迪拜了 阿联酋 开玩笑 巴特 我们不用为住的地方而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小张哥神通广大 在迪拜已经找好了住处 他朋友在那留学 邀请我们过去免费住 然后免费层吃层喝 我说这个好呀 这个 你在哪蹭不到吃的 蹭不到住的都不担心 你要说在迪拜 自个儿掏钱住 我想想到脑子都疼 真的 因为迪拜住宿真的非常贵 非常贵 也算是小狗命好 来来来 敬我们俩的小狗命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七星纪录片 骑车去巴黎 现在一个人骑车 从北京出发到法国巴黎 我这个风好大呀 就这样子了 不对